大家好,欢迎来到普通话榜的查考圣经系列 它是每周一次用圣经的答案来回答圣经问题的博客 我将不会在这里发表个人的观点 而只是教导圣经所说的 本周的这一讲我们的主题是 什么时候从无变成了有 它发生在几十亿年前或者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有几十亿年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说成几万亿年 甚至是千万亿年 那么什么时候是无的开始呢 不要介意这微不足道的细节 在时间存在之前的某一秒 无从虚无之处产生决定成为有 关于开始有一种大胆的猜测 也许无产生一种不存在的化学物质 并导致气体爆炸凝固成无生命物质的油 我们被告知 最终在经历了多个宙时代 这无生命物质的混乱状态 经历了足够的动荡和奔撞 成为现在已知的有着数十亿的星星 卫星和行星的宇宙 挤压出几十亿年的岁月 和出无生命的东西到有生命 各种理论比比皆是 化学物质在某一种原始的飘荡中组合 或带电了亚原子粒子 偶然接触的结果 或你也可以想象出一种理论 不知怎么样 其中一些被组合在一起 开始数十亿年的眼镜变化 成为各种的生命形式 不断地灭绝和生存 这些理论 将们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事实 没有必要进行辩论 跟上这个理论 但是在我们相信油之前 还有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 需要答案 例如 净化成的蚊子的油 的无生命的物质 怎么知道使用它的刺管 去刺传和吸取有生命体的血液 而不是从树上吸取质液呢 然后 什么过程打破了净化 允许所有的生物不断复制 使每一种生命都能复制同类 无险难死的 有无产生的油的理论 不提供答案 仅仅是理论 或者说 仅仅是猜测 那么 人类在哪里可以找到 油的起源的可信的答案呢 答案不是在一些遥远的星球 或银河系里面 凭着信心 我们认识到世界被神的化所创造 看见的东西不是有可见的东西所造的 这在西伯来书中 第十一章第三节说到 在世边第三十三八九节中说 让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让世界上所有的居民都敬畏他 因为他说话就有他命令 就理 神还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在世边第九十三一二节中说到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住所 在山生长之前 地与世界里未曾创造之前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以赛亚书第四十三二十八节 你不知道吗 你没听说过吗 永恒的神 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 既不困倦也不疲惑 他的智慧无能测度 余王的人心里说 没有神 可怜的无神论者和不信者 他们的神是无 他的希望终结在坟墓 谈到怎样才能得到救人 圣经说 只有一位能救我们 那就是耶稣基督 你有没有顺忠神 按照圣经中所说的那样去做 相信他悔改你的罪 坦承耶稣是神的儿子 以及为了消除你的罪 而受其归渡他的事 如果你做到的 为了能得到去天国的许可 继续做下去 如果还没有 多人多的兄弟们 非常愿意帮助你 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样 成为基督徒 和你一起学习圣经 在一切变得太晚之前 神里能听到神的话语 尽能相信他 服从他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可以发一个电邮 预约一个个人的学习时间 时间在你方便的任何时候 而内容仅仅是圣经 请发email到 tolontoeasternchurchofchristagmail.com 我代表都能多敦布基督教会 感谢你收听我们的播客 如果想获得免费的 在线圣经学习资料 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asternchurch.org 在这个网站里 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播客 以及我们周三圣经学习 和周六做礼拜的 即使网络直播的链接 如果你有关于任何播客的问题 可以留下评论 或者给我们发email 请加入我们的圣经学习和示范 如主愿意 在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讨论 神的道的其他主题 再见 祝你今天过得好